從不帶人來關心的是這玩太大了吧 角色扮演變成這麼誇張的景象 台中這位只有六歲的小男童 到托兒所來上課 老師呢 扮成了魔鬼 小朋友扮成被抓的天使 但不只被抓 還被咬 這個魔鬼咬天使的遊戲 老師就張大口 這樣狠狠的咬下去 當時這個男童還穿著牛仔褲 厚厚一層布 但整個呢 歐齊 這個牙齒痕清晰可見 男童的阿嬤現在氣得出面來控訴 看著照片裡的孫子阿嬤好心疼 就在上個月孫子到托兒所上課 大腿竟然會被老師咬傷 阿嬤幫孫子洗澡 赫然發現大腿有瘀青 進一步追問孫子 咬他的竟然是托兒所老師 阿嬤很痛 他不敢講 他有叫 可是他不敢講 他怕又被咬 阿嬤控訴 和托兒所以一萬元和解後 沒想到托兒所竟然要男童轉學 還恐嚇阿嬤不准說出去 他說說你出去外面不要亂講話 如果亂講話的話 太平地區沒有人敢說你孫子 遭到指控的就是這間托兒所 院長解釋 姚仁的老師是原方外聘 擔任體能訓練的老師 坦承設計的遊戲過程有疏失 不過原方完全否認有孔哥阿嬤 目前先暫停體能老師來上課 只是到底是什麼課程遊戲 年輕男老師竟然要咬男童大腿 還造成嚴重瘀青 教育部會再進一步調查 了解教學過程有無過當 中天新聞 陳思源 陳宇柔 台中採訪報導 教採訪報導 教採訪報導